OK,现在我用Method B来做setout Method B它的原理就是手机的Wi-Fi 直接连接跟CCTV Wi-Fi 手机Wi-Fi连接跟CCTV Wi-Fi是Direct Connection OK,这个过程是没有通过Internet 过后才把CCTV连接跟你的Router OK OK,先拿上你的手机 第一个步骤,下载Sreehome App 注册一个账号,用你的Email 先进去先,先进去这个App先 然后你拿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子一模一样 确定这个先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 来setting 来Wi-Fi OK,你听到这个它发出嘟嘟嘟的声音吗 就是它的Wi-Fi CCTV本身有一个Wi-Fi 它的Wi-Fi名称Start with IPC Follow by它的ID OK CiWZ 当你的CCTV还没有做 配对跟你的Router 我们叫做Pairing 还没有set outInternet 还没有set out跟Internet的Router 你会看到这个Wi-Fi 你set out过后了 这个就没有了 因为它已经板定跟Router了 所以来 我们先connect它 它会叫你输入密码 这个CCTV密码 Wi-Fi的密码是12345678 OK Double check一下 确定正确先才按 这个打勾 Connect了过后 显示Connecting Connected OK 等一下子 现在不同手机会有这个Prom出来 总之 你选你的Prom 不同手机会有不同Prom 像我这台我选择Allow它断了 断了我就不能做set out 我要保持跟CCTV的Wi-Fi 看一下 Allow它就断了 断了我做不了效的 我要重新连接回去 所以像刚才讲的 不同手机会有不同的Prom 你要选择 你自己手机你比较理解 总之你的手机Wi-Fi保持 要连接跟这个CCTV Wi-Fi 连接过后 它显示No Data也好 No Internet也好 不用去管它 不会有Internet 你手机Wi-Fi连接跟这个Wi-Fi 你的手机也没有Wi-Fi 这个也没有Wi-Fi Direct Connection 罢了 OK 这个原理先了解一下 OK 现在你打开这个Sree Home OK 你就按加 按加了 这个自动跑出来 自动跑出来 没有写的 按Next 看到吗 给它一个名称 Prisenim的Device OK 然后输入这个Device Password 8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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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按Next 它问你要不要set up Wi-Fi 你家里有Internet router 你就set up Wi-Fi 这个是一定要的嘛 这样子你走去去外面 你才可以看到 它在扫描咯 不是CCTV扫描 是你的手机在扫描 它的APP扫描 你附近的Wi-Fi全部出来 OK 选择你家里的Wi-Fi 然后输入家里Wi-Fi的密码 按确认 按确认 OK Subsid 再等一下 这边 等它数据全部跑出来 这个是方法二 我们用 我们叫的 Method B 等一下 全部都好了 全部都好了 连接了 看到吗 这边数据出来了 你的Wi-Fi 这边会有一个打勾了 OK CCTV已经是Internet online了的 所以等一下你跳回去 setting Wi-Fi 你已经看不到这个IPC了 你要看那个IPC 你要找回IPC 你就要做Reset了 好 恢复出厂设定 就做Reset 按Next OK online了 你看一下setting 看一下Network 现在CCD是配跟 你家里的Wi-Fi OK Thank you OK OK